今天是6月28日 星期三 逢星期三我都要去交易廣場TVB做節目 亦找一個比較靜點的地方 跟大家做一個總事的分析 今天是6月期次的轉創高峰日 明顯看到昨天一種好創大戶 是作一個技術上的反擊 只不過是成交金額 動力方面都不是那麼雙倍 變成大市的聲勢可能會稍微受到規限 待會再做分析 我們先看看昨天的指數 昨天早市先是高開57點 去到18,851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拉鋸 低見18,842點 但買盤開始主動 結果市況在緩曝當中逐步逐步升到19,226點 相對早日來說 這一分鐘的市況是升了432點 末段有少少拉鋸 恒指最後收到19,148點 但還是升了354點 不過成交金額不是太顯著 只有916億 同一個走勢方面來說 以收市指數的19,148點 那麼計算 技術上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有少少真的美中不足 因為這麼多種移動線 最低的就是20天線 大概在19,196點左右 最好當然是抓著20天線 或者回到20天線樓上 才可以擺奪反復續沉底的一個弱態 順帶一提 由19,196點到19,992點 這個區間裏面 就有10、20、50、100和250天線 即是所有平均移動線 都集中在這個區間裏面 用一個很簡單的看法 指數如果有一陣的上升 在絕對有條件 最低是抓著10、20和250天線 問題就是市的成交加額 配不配入 如果不配入 即是說這陣市 只是一個技術上的後抽 抽多少呢 很大程度上 就要看這兩個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今天是6月期止的轉倉高峰日 明天是6月期止的結算日 很大程度上 這兩天都會盡量抓緊高台 進行轉倉和結算 其實好倉大戶目的很簡單 就是減少轉倉和結算 帶來的帳面上的窺蝕 至於淡倉會不會在這兩天反擊呢 我想暫時來說 由20155點開始 客人已經作了一個反擊 即是由今個月16日開始 已經作了一個反擊 直至到這個星期一開始 才慢慢慢慢收小力度 當然知道 很淡的角力 這兩天是會比較明顯的 一點大家要留意 6月份 可能去到尾 仍然是一個先低後高的形態 因為今個月的低位 是1號的18,190 而高位是16號的20155點 即是說今月的波幅已經1965點 以這個波幅計 已經可以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況且一個月的高低位相差的時間 亦都符合了慣性的需求 即是說6月底之前 未必有更大的波幅點 比我們見到 還有一件事 以昨日收市在19,148點 距離今個月的低位 18,190點 就差不多1千點 所以不需要擔心市會寸底 只不過在19,000多點 過度到7月份 情況就比較擔心 大家都知道 每個月都有1千多 至近2千點的波幅 我不管你先高後低還是先低後高 如果19,000多過度到7月份 如果漸漸發展成為先高後低 情況就真的比較令人擔心 所以短線的操作 細住不要緊 重倉就真的不好 事實上美國還可能再加一到兩次升 即是說市場仍然來滿著一股不明的氣氛 我總是覺得今年的低位 應該暫時還未出現 因為今年直到這一分鐘 全年最低的指數 是5月31日的18,044 大家認為 這個會不會是今年全年的新低呢? 好了 早點翻譯就講到這裡 好 好 好 Actuall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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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好 好 好 嘞